一本《尤德词法师》讲述早期商人和金舍师傅 如何自力更深维持生活的故事 人文志工在《金思书宣》分享这本好书 他配另一位分享者做延伸分享 而能有不同的启发与学习经验 你就会深得感受到 金舍师傅跟商人他们的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 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书里的每一篇故事短文都带有不同的意义 人人都拿着书导读现场练习写字 大家互相讨论书中的经典分享个人心得 给我启发的启示 就是说我要就像那颗蜡烛这样 能够燃烧自己再去照亮别人 那我的生命才是有意义 这本书让人了解到 实际朝创时期的修行生活 横古不变的近思加封 警惕世人别把好日子过苦了 在艰难的环境中保持着正念 大爱新闻 冯利虚马来西亚冰城采访报导